先生的家人你们好 我们鼓励你要预备你的好奖 因为我们今天是 青族约束俱会提示立月 提示立月就是一个新年的一个月份 也是一个新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 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要疯狂在神的面前 所以等一下你看到我们姐弟没有熟女的 没有熟女的 又没有很成熟的熟女 没有熟女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都会疯狂 我们为我们的神疯狂 我们来吹号角 我们吹的号角提示立月 我们这个月还是五五五 然后加上二 我们的五就是代表五个Takia 五代表恩典 五代表喜年 五代表Jubilee 五代表非常非常多 五就是五啦 什么都不要讲啦 五就是恩典啦 OK 然后第二个五呢 就是那个Sepharim 就是突破 我们不断地突破在一个五的循环里面 不断地突破 突破在突破就是我们不断地被提升又提升 然后最后一个五呢 Sepharim Sepharim 不是Tawu 神荣耀的同在领导我们 而且呢也代表这神的恩宠领导我们 神的荣耀在的话恩宠就在 然后最后两个就是那个Takia Gatola 就是一个很长的音 就是神要奉全所有给我们的祝福 而且呢这个就是代表了是一个完整 完全 然后加起来就是17个音 17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得胜 我们要宣告5783年是我们每一个人得胜的一年 所以你要跟你的旁边的人说 我是得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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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再来 我是得胜者 我得胜者 得胜者 OK 我们请Karen来带领我们 直到我们 直到我们 我们准备好 准备 等一下 OK 大家准备好 同一种特卡 同一种特卡 我们先生的家人你可以派奖 你不要 我们太好了 先生的家人你可以派奖 派奖 派奖 好 还是要 时间 我们快点 好 我 知道 很有名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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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祢 耶稣 欢迎祢 耶稣 欢迎祢 耶稣 欢迎祢 再次宣告 奉主命来的事应当成宗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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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Women 欢迎你 欢迎你 Women 欢迎你 Yes Women Women 欢迎你 欢迎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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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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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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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们一起来宽阔 欢迎我们的欢迎 一起来宽阔 当我们欢呼的时候 我们的声音是带着能力的 我们现在仇敌说 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我们 因为我们的声音是带着能力 我们怎样顺高 照这样的成就 阿们 将大海分开 将大海分开 是风而平静 里里话语大有能力 你们可以拿起你的号角 一起吹 有名利周灵 每天善定花出天地 将大海分开 是风而平静 里里话语大有能力 所有周游 名利周灵 你的声音花出天地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随着力气 国度真理 同在荣耀充满着地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随着力气 国度真理 同在荣耀充满着地 我要 我要的神经牌 我要宣告 光明国度正在这里 我要的神经牌 我要宣告 黑暗抽的地下来去 我们再来说 将大海分开 是风而平静 里里话语大有能力 阿们 所有周游 名利周灵 你的话语大有天地 阿们 将大海分开 是风而平静 你的话语大有能力 YES 所有周游 名利周灵 你的声音花出天地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随着意地国度真理 同在荣耀充满着地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随着意地国度真理 同在荣耀充满着地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随着意地国度真理 同在荣耀充满着地 我原着神High 我要宣有 我要宣救 距离 Ast demands 我êter 做 passe 未来 杀 月 三 交 以及 17 深 上 Fucking 汽下随时便要列出 各位姊妹 现在就是时候 如果你们有一些领袖的话 你们宣告出来 因为你的声音是大有能力的 我们就宣告你们去领袖 为我们一起来宣告 哦 也都是宣告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也都是宣告 主持人这是一个季节 我的声音要把仇敌的声音消灭 仇敌不可以再控诉我的儿女 我的儿女不被控诉 因为时间到了 我要提醒我所有 提升所有的儿女 因为我的声音比一切事上的声音更大 我要再更大声地发声音在天上 打雷的声音代表我的灵寨 还有我有更多的声音要发出来 要带来意志带来示范 然后你要看到仇敌要逃跑 仇敌要牺散 奉耶稣明知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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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睡觉你的国度将你 同在荣耀充满着地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睡觉你的国度将你 同在荣耀充满着地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睡觉你的国度将你 同在荣耀充满着地 我要当神清白我要生高 我要生高 光明国度正在这里 我把神清白我要生高 黑暗长地必要离去 我把神清白不要生高 光明国度正在这里 我把神清白我要生高 黑暗身离必要继续 我的身影带有哪里 全地发出 天爱是地 重新这个季节神说 祂的子民要发出信音来 因为地上的信音要大发祥信 因为神国要来到 因为这个季节是满有神的荣耀 所有的信音跟神国的信音要对齐 从耶稣的名来宣告 在地上神的子民要大发祥信 过去很多被压制起来的信音 现在要完全被恢复过来 信音要大发祥信 有很多的敬拜的信音 很多富汉的信音 很多宽落的信音 要在地上来发出 因为神国要在地上 要降临 降临在地上的时候 完全要改换一生 因为神要给地上 要改成一件新的谱子 新的异想 以及到在地上里面 要很多很多的改变 我奉耶稣的名来宣告 每一个可以发心的 都说耶稣是主 每一个能发心的 都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 封耶稣的名来宣告 我们的神清白 我们的神清白 我要宣告 光明国都正在这里 我要的神清白 我要宣告 黑暗从地别人离去 继续宣告 我要的神清白 我要宣告 光明国都正在这里 我们的神清白 我要宣告 黑暗从地别人离去 我要的神清白 我要宣告 光明国都正在这里 我要的神清白 我要宣告 黑暗从地别人离去 我们一起宣告 黑暗从地别人离去 我们宣告 黑暗从地别人离去 我们再说 黑暗从地别人离去 黑暗从地别人离去 哈利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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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美我们的主 哈利利亚 扎美我们的主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祿明阿利利亚 哈利利亚 让我们继续来敬拜 来领受新的恩告 因为进入新的一年 圣灵要吃下祂新的恩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再来唱你是座新世的神 你是座新世的神 我要向你唱新歌 爱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 新作新皮带每天要吃下 你是座新世的神 我要向你唱新歌 爱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 新作新皮带每天要吃下 新的世 新的世 咱要沉重 新的很高 新的很重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每天上 我们身为高 新的世 新的世 咱要成就 新的恩恶 新的盼望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 充满神的荣耀 再次来宣告 祂是座新世的神 你是座新世的神 Amen 我要向你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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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向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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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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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要成就 新的很高 新的很重 新的很重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再次宣告 新的世 新的世 咱要成就 新的很高 新的很重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新的世 新的世 咱要成就 新的恩典 新的盼望 我们要 我们要 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服了 充满神的荣耀 充满神的荣耀 。那行就行用 凌穷 新的很高 新的很重 新的很高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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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好像邀请大家 你来找五个人 为他发预言 每个人一分钟 很快很快 每个人一分钟 你就找五个人 为他来发预言 在我们现象的家人 如果你旁边有人 你就为他来发预言 如果你旁边没有的 你就想起你的家人的时候 你就一分钟来 为他来发预言 心里是怎样牵着 心的安靠 心的安宠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成算我们身为高 心的事 心的事 再要成就 心的安定 心的盼望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心的事 心的事 再要成就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心的事 心的事 再要成就 心的安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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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成算我们身为高 心的事 心的事 担要成就 心的安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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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心里有感 请得下来 心里有感 请得下来 心里有感 请得下来 心得上来 心得很沉心的能量 我们发出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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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震动天地 神自明发出声音 震动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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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国家你也来发预言 让新的一年 新的恩膏 新的事也要发生在我们城市跟国家里面 举起你圣洁的手 来为我们城市国家来发预言 因为今天是我们要发出声音的时候 你就举起你的手 宣告福星要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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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起你的手 帮出你的声音 帮出你的声音 拒起你的手 帮出你的糟糕的声音 宣告要成就 新的事也要发生在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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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事也会发生在城市里 新的事也会发生在城市里 新的事情 Ama 爱您神的国家里 耶 我和神啊 祝你国家里 父心来到 我们看见 父心来到 我们看见 父心来到 我们要看见 父心来到 我们看见 父心来到 我们要看见 父心来到 我们看见 父心来到 我们看见 父心来到 大军王在这里 大军王在这里 大君王在这里 高居我们的大君王 在我们城市国家 高居大君王 在我们城市国家 高居大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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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民都要来跟随 我们的大君王 高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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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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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新的季节 大家要掌握 大家要掌握到一个新的季节来到 在这个丰盛里面也有很多节旗 有吹角节 有赎罪日 有祝彭节 所以一连串的节旗 所以第一个月是要亲近神的 你要回应我们的主我们的王 要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的王 整个月份的焦点就是我们的王 吹角节就是欢迎我们的王 吹角节就是欢迎我们的王 所以跟着有十天的我们要敬畏的十天 然后我们就有敬畏的十天 跟着我们需要来到去赎罪 走入赎罪日里面 然后我们就进到赎罪日里面 我们需要我们的主我们的王 来洁净我们 我们需要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来洁净我们 跟着我们要住在神的帐篷里面 然后我们要住在神的帐篷里面 来到代表神的同在和神的帐篷在人间 来到代表神的同在和祂的帐篷在人间 所以一连串都是我们焦点在我们的神身上 所以一连串就是我们的焦点都放在我们的神身上 如果我们整个人住在神的里面 如果我们整个人住在神的里面 肯定是丰盛的 肯定是丰盛的 肯定是得到满足的 肯定是得到满足的 肯定在天国的秩序里面 是得到它的供应的 肯定是在天国里面得到它的供应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把握 提斯利月其实常常会被人忽略这个月术 提斯利月其实常常会被忽略这个月术 因为大家都很注重那些节旗 因为大家都很注重节旗 因为提斯利月进入的时候 其实就是吹角节 因为进入提斯利月的时候 就是进入吹角节 吹角节大家在吹角节 吹角节大家就在吹角节 然后大家就在吹角节 看看那一年里面神的信息 然后就看那一年里面神的信息 我们就回应这个节旗来欢乐 然后我们就回应这个节旗来欢乐 所以那个月的月术 所以那个月的月术 很多时候我们会遗忘了 我们很多时候会遗忘 跟着我们又要过这个敬畏的十天 然后我们要过这敬畏的十天 我们又要回应赎罪日 又要回应赎罪日 跟着我们又要走入住旗 跟神一起了 然后又进到祝蓬节跟神在一起 但是月术呢 但是月术呢 很多时候都听不到 很多时候我们都听不到了 其实我在这个西部论里面 提斯利月我也是第一次讲月术 其实我在西部论这么久 我也是第一次来分享提斯利月 所以我觉得今天 今晚为什么我们会改为月术 所以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改会月术呢 其实我们都需要明白这个月份神的信息 其实我们也需要明白这个月份神的信息 提斯利月其实也可以叫做以他念月 提斯利月也可以称为以他念月 也都在犹太里面呢 你可以说是七月 也都可以是正月 在犹太利里面你可以说是七月或者是正月 提斯利月呢 其实是一个刚强的月份 提斯利月是一个刚强的月份 提斯利那个意思呢 其实就是开始 提斯利的意思是开始 为什么是开始呢 为什么是开始呢 其实在以色列的民族的思想里面 其实在以色列的民族这个思想里面 就是神创造整个大地的时候 就是这个月份来开始 神创造这个大地就在这个月份开始 他们相信神创造整个大地的第一句说话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提斯利月 他们相信神说起初创造天地的那个时候呢 就是在提斯利月 所以这个月的意思就是开始 所以这个月的意思就是开始 其实你看回整个神的计划里面 你就会更加明白 如果你看整个神的计划 你就会更加明白 因为如果在创造里面 这个是一个开始的话 如果在创造里面 这是一个开始的话 这个月里面将要 接近要发生一件最伟大的事情 是一件什么伟大的事情呢 那这次这个月 要发生一个伟大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迎接主在来 就是在这个月份里面 我们迎接主在来 就是在这个月份 神带着祂的国度来到这个地上 如果神带着祂的国度来到这个地上 祂要建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祂要建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就是这个月份 就在这个月份 因为这个月份就是神的帐幕要在人间 因为这个月份就是神的帐幕要在人间 那这个月份是否就开始千禧年 就是开始神永恒的国度呢 都在这个月份开始 也是在这个月份开始 所以这个月份是一个开始的月份 所以这个月份是一个开始的月份 就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开始的一个时刻 这是一个开始 这是一个启动 你要启动你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 所以在这个月份里面 你就要开始来启动 所以在这个月份你就要开始来启动 你的命定在这个月份要开始启动 你的命定在这个月份要开始 你要走进神的计划里面 你这一刻就要开始走进神的计划 你要启动这件事情 就在这个时刻 你就要走进这个启动的时刻 这个月份就是要走进神的一年的循环的开始里面 这个月份就是要走进一年的循环的开始里面 又或者这个是七年的里面的第一年 就是走进这七年的循环的开始里面 如果这是七年的第一年 我们就走进这个七年的循环的开始里面 所以现在就是开始 所以这时候是开始 这个开始里面 神说这个月份就是秋雨降下的时候 神说这个开始的月份就是秋雨降下的时候 春雨已经应验了 春雨已经应验了 就是圣灵降下春雨的季节 就是圣灵降下春雨的季节 在秋雨降下的时候 就是末后日子 神的灵要销灌烦有血气 在秋雨降下的时候 就是神的灵在末后的日子 教灌烦有血气的 所以我们要启动秋雨这个祝福 所以你要在这里开始进入神的恩高能力里面 所以你要开始进入神的能力跟恩高里面 现在我鼓励你现在就开始祷告 所以我鼓励你就开始祷告 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祈祷 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你要走进神的启动里面 你要走进神的启动里面 我鼓励你按手在你的脚部 我鼓励你按手在你的脚部 你要走进神的祝福循环 你要走进神的祝福循环 你要启动你的脚部 你要启动你的脚部 你一路方言 你为你的脚来祷告 你一路来方言 为你的脚来祷告 你要启动这件事情 你要启动这个事情 过去走的可能是你个人的路径 过去你走的可能是你个人的路径 今天你要走在神的路径上 今天你要走在神的路径上 过去可能你一路走在你的血脉的循环 过去你可能走在你血脉的循环 今天你要走进神祝福的循环里面 一路按手在你的脚里面 一路按着你的脚上面 一路祈祷 一路祈祷 一路在祷告奉耶稣的名 现在要走进祝福循环 现在要开始了 现在要走进祝福的循环 现在要开始 要启动 宣告现在要启动 宣告现在要启动 现在要开始了 你要走进这个命定里面 你要走进这个命定里面 走进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走进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走进神永恒的计划在vention into the plan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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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要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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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心 新的灵 抽屿的祝福要来到你里面 抽屿的祝福要来到你里面 所以你要按手在你的头上 抽屿的祝福现在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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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屿要降临 抽屿要降临 降临到在你的土地上 降临在你的土地上 降临在你的产业上 降临在你的产业上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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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要一直倾倒 秋雨要一直倾倒 倾倒在你所有的范围 神命定在你家族祝福的范围 秋雨现在要降临 这份恩高充满你 秋雨是从天国一直倾倒在你身上 秋雨从天国一路倾倒在你身上 一路领受 秋雨的祝福 一路领受 网上的家人都一路领受 我们现象的家人也一路来领受 领受这份秋雨的祝福 领受这个秋雨的祝福 一路滋润你的土壤 一路来滋润你的土壤 在沙漠里面神要开江河 在沙漠里面神要开江河 在你生命最干涵的地方 在你生命里面最干涵的地方 秋雨要降临那里 秋雨要降临那里 成为河流 成为河流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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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再没有干渴之地 你再没有干渴之地 是 充满神的滋润 充满神的滋润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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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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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进入神的丰盛里面 就是因为秋雨的降临 就是因为秋雨的降临 所有贫穷现在要离开你 所有的贫穷要离开你 进入神的丰盛 进入神的丰盛 一路滋润你的深处 一路来滋润你的深处 奉耶稣的名 在你灵魂的深处上面 在你灵魂的深处里面 秋雨的恩膏要临到那里 秋雨的恩膏要临到那里 所有深处的压制 所有深处的压制 在你灵魂深处的压制 在你灵魂深处的压制 那块石头要被拿走 那块石头要被拿走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充满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这个月份其实是一个 珍贵和完全饱足的月份 这个月份是珍贵和完全饱足的月份 犹太利 这个是一年的开始 犹太利这是一个开始 亦都是七月 也是七月 七的意思其实是完全 七的意思就是完全 亦都是在讲珍贵的意思 也是在讲珍贵的意思 所以这个月份是一个完全和珍贵的意思 所以这个月份是完全和珍贵的意思 所以神的祝福是完全的 神的恩高是完全的 神的恩高是完全的 不会差一点的 不会缺乏的 不会缺乏的 所以你要领受的时候 是领受神的完全的祝福 所以你领受的时候 是领受神的完全的祝福 最宝贵的月份现在开始 最宝贵的月份现在开始 你要领受神的新的循环 领受神新的循环 所以是最宝贵的循环 所以是最宝贵的循环 你能否看到神的国是最宝贵 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国最宝贵 有祂的国和祂的义 神说先求祂的国还有祂的义 所以新的一个年度来到 所以新的一个年度来到 一个开始要打开 一个开始要打开 所以你新的一页要打开 所以你新的一页要打开 因为神国的新一页已经打开了 因为神国的新一页已经打开了 所以跟你的生命一起来对齐 所以跟你的生命一起来对齐 最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最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奉耶稣的名宣告 在你生命里面什么是最美好的 在你生命什么是最美好的 想一想 什么是最美好的 最美好的事情要发生 最美好的事情要发生 最美好的事情现在要发生 最美好的事情现在要发生 领导你 神要赐一份礼物给你 神要赐一份礼物给你 叫你完全得着满足 要你完全得着满足 他说不怀孕不生育 他说不怀孕不生育 神说他们要喜乐起来 神说他们会喜乐起来 因为神要满足他们的心 因为神要满足他们的心 满足的地方 最期待的地方 最期待的地方 过去很多人可能呢 那个期望已经落空了很久 过去可能很多人的期望已经落空了 你不敢再向上帝来期望拥有 你不敢向上帝来期待拥有 但神说今天要打破这个压制 神要赐给你 你所期望的 神说你期待的 他要赐给你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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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期望 那个期望 神要回应你 叫你不自失望 叫你不知失望 奉耶稣的名 再一次说 神将最美好的事要释放在你身上 再一次说 神要将最美好的要赐给你 对你最美好的事情 放胆去想 放胆去想 放胆跟神伸开你的手掌 放胆向神伸开你的手掌 拥有神给你的 拥有神给你的 儿女向爸爸拿东西 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 释放礼物 神说释放礼物 释放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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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憑信心领受 平信心来领受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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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时间神会跟你说话 不是哪一个牧者的先知预言 不是哪一个牧者的先知预言 而是神要向你说话 因为他要宣告你的命定 因为他要宣告你的命定 在犹太人的里面 在犹太人的里面 在一年的开始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在一年的开始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神会打开你的命定书卷 就是神会打开你的命定书卷 他会再一次宣告你的命定出来 他会再一次宣告你的命定 所以他会向你启示你将要发生的事 所以他会向你启示 这样要发生的事情 他要向你说话 他要向你说话 所以你要树起你的耳朵 所以你要打开你的耳朵 你要听神的声音 你要听神的声音 是你自己要听 是你自己要来听 不是听谁 不是听谁的 不要把这个焦点放在人身上 不要把焦点放在人身上 放在爱你的神身上 放在爱你的神身上 放在你爸爸的身上 放在你爸爸的身上 好不好 你按手你的耳朵里面 好不好 按手在你的耳朵上面 对 跟爸爸说我要听你 跟爸爸说我要听你的 对 我要听你 我要听你的 对 这一年你要跟我说的话 这一年你要跟我说的话 对 我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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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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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 那个黄梗的心要拿走 反叛的心要拿走 反叛的心要拿走 不信的心拿走 不信的心要拿走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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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再一次灵里面更深的敏锐 再一次灵里面更深的敏锐 敏锐神的声音 敏锐神的声音 敏锐爸爸的声音 敏锐我们爸爸的声音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个月份是以法年的月份 这个月份是以法年的月份 以法年的意思就是使之昌盛 以法年的意思是使之昌盛 所以我们是会昌盛的 所以我们是会昌盛的 你和旁边说你会昌盛的 跟旁边说你会昌盛的 你会得到奉盛的 你会得到奉盛的 这是一个双倍的祝福 这是一个上辈的祝福 进入神祝福的循环里面 进入神祝福的循环里面 因为说到以法年的时候 其实是跟约瑟有关 是跟约瑟有关的 因为以法年是约瑟的儿子 因为以法年是约瑟的儿子 其实在约瑟里面 十二支派 应该是每一个支派一个月份 其实约瑟里面 应该每一个支派有一个月份 其实是没有约瑟的月份的 但其实没有约瑟的月份 但是他两个儿子 每人占了一个月 但他两个儿子 每个人都占了一个月 所以按照约瑟来说 所以按照约瑟来说 其实他是得到双辈的祝福 所以他是得到上辈的祝福 所以他宣告以法年的时候 所以当他宣告以法年的时候 他改的名字就是 神使我昌盛 他改的名字就是神使我昌盛 所以我的生命要进入昌盛 所以我的生命要进入昌盛 所以这个月份是叫我们进入昌盛的月份 所以这个月份是叫我们进入昌盛的月份 讲到约瑟的话 说到约瑟的话 其实他是最小的儿子 他是最小的儿子 他不是最小的 是魅仪 魅仪 他是这个 那个 拉杰的儿子 他是拉杰的儿子 其实他也是长子 其实他是长子 是拉杰的长子 是拉杰的长子 所以他最后是得到雅各的长子的祝福 所以他最后是得到雅各长子的祝福 所以他是有一个双辈的祝福在他身上 所以他有上辈的祝福在他身上 所以这个月份是一个双辈的祝福 所以这个约分是一个上辈的祝福 会得到爸爸的恩宠 会得到父亲的恩宠 会得到义梦的恩膏 会得到义梦的恩膏 在你职场上面都会得到恩膏 在你职场上面也得到恩膏 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 但有一件很重要的 约瑟他是没有愤怒 约瑟他是没有愤怒的 他完全遥住他的哥哥 他的家族 他完全饶恕他的哥哥 他的家族 所以里面充满了瑶树和恩典 所以里面充满了饶恕 还有一个恩典 他要释放恩典给他的兄弟 他要释放恩典给他的兄弟 所以我们很想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很想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就要学习我们的神 我们就要来学习我们的神 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父亲 释放恩典给别人 释放恩典给别人 别人得罪你的地方 你要释放恩典给他 要输他 所以我们里面再没有愤怒 在天国里面 你想想在天国里面 有没有愤怒 有没有情绪 你回到天家的时候 或者神已经来到 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 或者神已经来到 然后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心里面还有愤怒呢? 我们心里面还会有愤怒吗? 不会有愤怒 应该不会有 那我们就把愤怒除去 那我们就把愤怒除去 我们这个月份就把愤怒除去 我们这个月份就把愤怒除去 把所有的愤怒除去 所以我们得着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得着神的恩典 释放恩典给别人 这个就是王子 王族里面的专属的一个祝福 这是王子王族里面一个专属的祝福 只有王族才可以 要求饶恶恕别人 只有王族才可以饶恕别人 普通的子民百姓 你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 普通的子民百姓 你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 只有王族才可以宣判 饶恕你 只有王族才能够宣判饶恕你 所以你要活出这个身份 所以你要活出这个身份 得着这位天父的恩宠 得着这个天父的恩宠 因为爸爸看到你 在做他同一样的事 因为父亲看到你 跟他做同一样的事情 所以他的喜悦要临到你 所以他的喜悦要临到你 所以神要赐福给你 所以神要赐福给你 很多人都很想得到神的恩宠 很多人都想得到神的恩宠 学一下约瑟 学一学约瑟 很多人想得到恩宠 都是学习以诗帖 很多人想得到恩宠 就学习以诗帖 但是约瑟的恩宠呢 但约瑟的恩宠 很少人会提到 很少人会提到的 只是提到约瑟的彩衣 只是会提到约瑟的彩衣 其实他是得到父亲的恩宠 只是他是得到父亲的恩宠 他的生命是值得被恩宠的 他的生命是值得被恩宠的 所以当你在约瑟的恩宠底下 所以当你在约瑟的恩宠底下 你会有异梦 你会有异梦 其实呢 以色列人呢 个个都有异梦的恩宠 只是以色列人每一个都有异梦的恩宠 你看一下 约瑟讲了个梦出来的时候 你看看约瑟讲了他的梦出来的时候 他所有兄弟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所有的兄弟都知道他讲什么 他爸爸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的父亲也知道发生什么事 一听就知道他的梦究竟是为什么 一听就知道他的梦是怎么解释的 所以第二个梦的时候 所以第二个梦的时候 连雅各都觉得太过分了 连雅各也觉得太过分了 连雅各也觉得太过分了 我也要跪拜你 我也要跪拜你 一听就知道发生有问题 一听就知道发生有问题 所以他们个个都有异梦的体见和恩宠 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有异梦的看见和恩宠 我们外邦人 已经接在橄榄树上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得到这份恩宠 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恩宠 其实异梦跟异象是同一个之根 所以你很想得到异象的 所以你很想得到异象的话 你都要留意你的异梦 你也要留意你的异梦 所以祝福大家 能够得到弱失这份恩宠 能够得到悦赠这个恩宠 能够得到倍增 能够得到昌盛 昌盛不是你一个人 昌盛不是你一个人的 昌盛是你所拥有的 包括你的资源 包括你的财物 包括所有你背后的人 都是你的昌盛的范围 昌盛是你所拥有的 包括你的财物 包括你背后拥有的人 也是你的范围里面 所以昌盛是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多 越来越富有 昌盛的意思就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富有 所以祝福大家 所以祝福大家 进入这份恩宠里面 进入这个恩宠里面 神的公义和审判的月份 神的公义和审判的月份 因为这个月进入了的时候 很快就立刻要进入敬畏的十天 因为很快我们就进到敬畏的十天 这个就是要反思我们自己的内心 这一次就是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内心 我们要检视一下我们整个的生命 我们要检视我们的生命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没有地方需要被对付呢 来到神面前 我们有没有地方需要被对付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去处理呢 我们来到神面前 有什么地方需要被处理呢 最好的一个方法 最好的一个方法 其实吹角节有一个观念 只是吹角节有一个观念 就是这一天是最后的一天 这一天是最后的一天 大家可以听回Buds的分享 大家可以听回Buds的分享 上个星期的安息日的分享 上个星期安时日的分享 这一天原来是最后一天 这一天原来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呢 那跟着怎么样 最后一天然后怎么样 就是要迎接主在来 就是要迎接主再来 跟着就是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的开始 然后就是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的开始 所以吹角节或者犹太新年的时候 就是要迎接主在来的一个预演 所以犹太新年就是迎接主在来的一个预演 如果明天就是主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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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天就要面对我们的主 你明天就要面对主 你以为你今天你需要反省些什么 你想想你今天要反省的是什么 明天耶稣就回来了 你里面有没有地方需要认罪的呢 你里面有没有地方需要认罪 你有些事情是不是还没做完呢 有没有一些事情你还没做完 在你的心里面有些什么需要 你要去完成的呢 有什么事情你需要去完成的 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些敬畏的十天 就要好好面对 如果耶稣要回来 你就发现这些敬畏的十天 你就要好好地面对 如果耶稣要回来 跟着呢 如果是赎罪日 就在讲白色的大宝座 如果赎罪日就是在讲白色的大宝座 我们需要交仗 我们需要来交仗 有没有地方要交仗的呢 我们有没有地方需要交仗的 我们如何面对白色的大宝座的呢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白色的大宝座 所以这个月份是在讲神的公义 所以这个月份是在讲神的公义 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 其实这一年五七八三 都是在讲其中一个部分 都是在讲这一样 其实这一年五七八三 有一个部分也是讲这样的事情 就是神的审判 就是神的审判 一方面是神的审判 一方面就是神的祝福 一方面是神的审判 一方面是神的祝福 所以一年的开始 我们先处理好我们自己 所以一年的开始 我们先处理好我们自己 我们要清理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来清理我们的生命 以至到我们进入住牌节 以至我们进入住牌节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如果我们要期望住牌节里面 要得到神很大的同在 如果我们希望住牌节 我们得到神很大的同在 那这十天 就对我们非常重要 那这十天对我们 就很重要了 就是我们要得到更大神的同在 或者临在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得到神更大的同在 还有灵在的时候 我们就要清理我们里面 让上帝有更大的范围 更自由在我们的生命 让神有更大的范围 更自由可以在我们里面 一年其实用这十天 其实很划算 Amen Amen 听姐妹 与兄姐妹 我们要好地面对 我们要好好地面对 在新一年或者在新年里面 在新的一年或者在新年里面 我们很想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很想得到神祝福 焦点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十天 我们需要面对的事情 我们不要忽略这十天 我们要面对的事情 不要只是想 拿啊拿啊拿啊拿 不要只是想 我要拿啊拿啊 我们是要更 希望我们更多神的祝福 我只是想 我有更多神的祝福 其实神都给了我们一条路 其实神也给我们一条路来走的 你想得到神更大的祝福 你想得到神更大的祝福 这十天 我们好好地面对 这十天我们就好好地面对 这十天好好地处理自己生命 这十天我们就好好处理自己的生命 以至到这一年神的祝福更大 是谈到在我们里面 以至这一年神更大的祝福领导我们 已经一早在告诉我们了 已经一早就告诉我们了 一开始就要我们进入这份祝福的循环 你要进入这个祝福里面 要进入这个祝福里面 要进入这祝福里面 面对这十天 面对这十天 其实十这个数字 都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是的 完全地面对我们自己生命 完全地面对我们的生命 其实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 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 让你的内心更透明在神面前 更加俯伏在神的面前 更加俯伏在神的面前 更加让上帝成为上帝 更加让上帝成为上帝 也都是让上帝的说话 或者祂的律例典章 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那一刻 也是让上帝的话语 或者祂的律例典章 在我们生命发生果效 我们说祂的律例典章 祂的说话是对的 我们说祂的话语 还有律例典章都是对的 因为我们检视的准则 因为我们检视的准则 就是祂的律例典章 就是祂的律例典章 就是祂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说是的 我们要回应神的话语 我们说是的 我们要回应神的话语 你的律例是这样说的 你的律例是这样说的 再一次确认祂的说话 再一次来确认祂的话语 在我们生命里面 是真实的 是我要回应的 是我要回应的 所以敬畏的十天 所以敬畏的十天 伏在神面前 伏在神面前 好 好 这个月份是一个 胆郎的月份 这个月份是胆郎的月份 没有胆那个 没有胆的那个 是啊 胆有事那个 这个月份是说的 如果是器官的话是说的胆 这个器官是叫我们 缓醒或者缩醒 这个器官是叫我们被唤醒或苏醒的 是的 要处理生命的所有毒素 要处理我们生命所有的毒素 所以敬畏的十天 处理我们生命 所以敬畏的十天 我们要处理生命 其实那些问题是毒素来的 其实那些问题是毒素来的 我们就是要排走这些毒素 就是要排走这些毒素 我们都吃不少某些产品 我们都吃不少某些产品 都很想排走我们身体里面的不好的东西 就想排走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 或者做运动 排走身体的毒素 或者做运动来排走我们身体的毒素 在属灵里面同样的 在属灵里面也同样是 所以这个是胆囊的月份 所以这是胆囊的月份 要排走我们里面生命各种的苦毒 就是排走我们生命各种的苦毒 各种的负面情绪 各种的负面情绪 各种不属于上帝的所有情绪 各种不属于上帝的各种情绪 因为这些情绪会带来 一些毒素或者人体的分泌 都是不好的东西 因为这些毒素带来给人体的分泌 也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要排走它 所以我们也需要排走它 所以这个月份就是排毒的月份 所以这个月份是排毒的月份 所以是胆囊的 是胆囊的 胆囊在哪个位置 胆囊在哪一个位置 左还是右 左还是右呢 这边 叉位的这个位 叉位的这个位 这个位 碰着肋骨的 在这个肋骨的肋骨 肋骨的肋骨旁 肋骨的肋骨旁 你就按手在这个胆的位置 按手在你胆的位置 一路方言祷告 一路来方言祷告 让你的胆 让你的胆 在属灵里面 也在你身体上 也在你身体上面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要得着医治 要得到医治 如果你的胆囊是健康的 如果你的胆囊是健康的 我奉耶稣的名 你要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更强烈的 更强壮的 你排走你身上的毒素 更强烈的 更健康的排走你的毒素 如果你的胆囊是有事的 如果你的胆囊是有事的 现在要得着医治 现在又得着医治 现在得着医治 有些人的胆囊是有石的 有些人的胆囊是有胆囊的 神现在说要拿走所有的石头 神说现在要拿走所有的石头 大大小小的石头 现在要拿走 大大小小的石头都要拿走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感受有些人真的在胆囊有点发炎 感受有些人的胆囊有一些发热 现在要得着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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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得着医治 现在得着医治 得着医治 不能够分泌胆汁的 不能够分泌胆汁的 现在要得着医治 现在得着医治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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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被医治 完全被医治 所有被塞住了的 现在要完全唱通 现在完全唱通 完全唱通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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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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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灵里面 那个属灵的排毒功能 那个属灵的排毒功能 就是你的思想 现在要被纠正 现在要被纠正 如果有石头的 如果有石头的 在你的思维上面 有仇敌的盈类 在你思维上面 有仇敌的引力 现在要完全被神拿走 现在完全被神拿走 阻塞住你 是正确思维的 阻塞你有正确的思维的 在真理里面的 在真理里面的 现在要唱通 现在都要唱通 全部要对齐 完全对齐 叫你的思维 叫你的思维 要改换一生 要改换一新 因为新的一年来到 你越来越与神对齐 你越来越与神对齐 所有的思维要改变 所有的思维都改变 神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所以世界的思维 世界的观念 现在要被拿走 奉耶稣的名 要你在思维上所产生的所有影响力 叫你在思维上所产生的影响力 再没有读书 完全正直 完全在天国的祝福里面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最后 是一个触摸的月份 这是一个触摸的月份 是啊,就是你的感观 就是你的触觉 就是摸一下你的身体 感观 摸一下你的身体 摸一摸你的身体 感观的里面 就是感观的里面 在你的皮肤里面 在你的皮肤里面 这个月份就是 就是这个血流的妇人捉摸耶稣的时候 这个月份是血流的妇人来触摸耶稣的时候 所以你需要有信心和勇气 所以你需要有信心和勇气 就好像这个血流的妇人 就是走到耶稣身上摸他 就是到耶稣的身上去触摸他 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 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 所以这个月份是需要勇气的月份 所以这个月份是需要勇气的月份 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是否投放在耶稣身上 你的信心是否投放在耶稣身上 有很多基督徒说自己没有什么信心 有很多基督徒说自己没有什么信心 我很小信 我很小信 其实信心每个人都一样 其实信心每个人都一样 跟24小时一样 跟24小时一样 大家是不是都是24小时的 大家是否都是24小时的 有没有人有25小时的 有没有人有25小时的 或者我小一点的 我只有18小时的 或者你说我小一点的 我只有18小时的 我整天都不够用的 那些时间 我常常不够用 我是不是只有18小时的 我是否只有18小时的 我是否只有18小时呢 有没有的 有没有这样的 大家都有24小时 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 信心其实都一样 信心也是一样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你说怎么会大家都一样呢 圣经不是说按着信心的大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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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些人信心大一点 有些人信心小一点吗 不是应该有一些人的信心比较大 有一些比较小 其实呢 你将你的信心的比率 只是你把你信心的比率 就是你把你大部分的比率 就是你把你大部分的比率 70% 70% 你放在不信的里面 你放在不信的上面 就是我相信我不行 就是我相信我不行 就是我相信在这方面我没有 就是相信我在这方面我没有 我相信神没有给到我这一样东西 就是相信上帝没有给你这样的东西 或者我相信我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不懂 就是你相信你在这事情上 你就不懂 所以你把这个信心最重要 最大的一份 放在不信的里面 所以你将信心最大的部分 放在不信的上面 否定了 你应该要相信的地方 否定了你应该要相信的地方 在我们的思维上 在我们的思维上面 真理常常在我们里面应该发生果效 真理应该常常在我们里面发生果效 我们是不是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是否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 大家应该都是的 是吧 大家也应该是 没理由说不是的 不可能说不是 但是 祂是独一的真神 但祂是独一的真神 祂是不是无所不能的呢 祂是否无所不能的 大家是否相信这位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 大家是否相信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呢 是吗 是吗 是真的 是否真的 线上的家人我看不到你 线上的家人我看不到你 可能你也是在摇头的 可能你也在摇头 但是 我跟大家说 但我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不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 你细心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私心来想一想你的生活 你会觉得神有很多地方做不到的 你会觉得神有很多地方都做不到的 那样东西不行的 不行的这个事情 这样做不可能的 这样不可能的 你会相信你的经验 你会相信你的经验 你会相信那些宗教的想法 你会相信宗教的想法 神说有神迹歧视会随着你的 神说有神迹歧视会随着你 你说我怎么会有神迹歧视 然后你说我怎么会有呢 我现在一点都没有 我现在一点都没有 我不相信我可以行到神迹 我不相信我可以行到神迹 我相信那个牧者可以行到神迹 我相信那个牧者可以行到神迹 我看到那个人有恩高 我相信他可以行到神迹 我看到那个人有恩高 我相信他可以 我不行的 我就不行了 神说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了 神说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了 但是有一个病人在你旁边 但有一个病人在你旁边 你有没有为他得到医治去祷告 有没有为他得到医治来祷告 甚至我自己患了病 甚至我自己患病了 我会做什么 我会做什么呢 我去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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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会不会祈祷得医治 你会不会祷告得医治 很少基督徒会是这样 很少基督徒会这样 我不敢说全部没有 我不敢说全部没有 但大部分可能都是去看医生 但大部分人都是去看医生 你相信医生多于上帝 你相信医生比信上帝更多 所以你觉得很合理 你就觉得很合理 因为有病就看医生 因为有病就看医生 有病就吃药 在信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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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否定医生 我不是在否定医生 在信仰里面 在信仰里面 实际上有病是怎么样 会祷告 就祷告 手按病人病就好了 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其实我们都不是真的信神 无所不能 其实我们也不是相信神无所不能 有很多事情我们都 其实跟着我们一般世人这样生活 其实我们也跟着一般人这样的生活着 其实跟不信的人相差无几 跟不信的人就相差不多 信心 信心 是不是投放在神身上 是否投放在神身上 血流的妇人 血流的妇人 她已经花了三十几年 她已经花了三十几年 找了很多医生 她但是看到耶稣 她就走过去 她就走过去 摸她的衣裳 触摸她的衣裳 她不是要求耶稣去医治她 她不是要求耶稣来医治她 如果你看经文你就知道 我只要摸摸她就搞定 我只要触摸她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信心有多大 那个信心多大 有没有人想着摸摸我衣裳 就会得医治 有没有人想过摸一摸摸的衣裳就得医治 不会这样的 不会这样的 我恩公都没去到这么强烈 我恩公也没有到这样强 又或者你想得到恩公摸摸我的肚子 不会吧 等姐妹你相信的 弟兄姐妹你在相信什么 重新回到对的位置 重新回到对的位置 一定有神迹歧视 一定会有神迹歧视 你的生命一定会出现神迹 你的生命一定会有神迹发生 触摸是触摸耶稣 触摸是触摸耶稣 我们要尝尝触摸耶稣 我们要尝尝触摸耶稣 我们六十天里面有一句说话 我们在六十天有一句话 在神徒里面 在六十天的早导会里面 大家知道哪句说话 知道 我不是在想这句 对耶稣的胸堂就是天堂 耶稣的胸堂就是天堂 我们触摸耶稣 我们来触摸耶稣 就在耶稣的胸堂里面 就贴在耶稣的胸堂里面 你就像天堂一样 就跟天堂一样了 所以我们常常触摸耶稣 所以我们常常触摸耶稣 你都让耶稣触摸我们 也让耶稣触摸我们 我们需要这份关系 我们需要这份关系 在你触觉 是你的触觉 在你的感官上面 进入属灵的范围 进入耶稣的关系里面 你等候神的时候 让耶稣触摸你 你也渴望触摸耶稣 在这个月份 让你触摸我们的主 让你触摸我们的主 好不好我们举起手 感受一下触摸我们的主 感受一下你触摸我们的主 触摸我们的主 触摸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这个感官要被开启 神你的手触摸我们每一个 神你的手触摸我们每一个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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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会感觉你的手会发麻 可能会感觉你的手发麻 或者发热 或者发热 是的 这份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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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倾倒在你里面 一路倾倒在你里面 在你的手上 在你手上 以至引发你全身 以至引发到你全身 全身的触摸 全身的触摸 完全被恢复 完全被恢复 叫你的感官触摸 叫你的感官触摸 越来越强烈触摸天国 越来越强烈触摸天国 触摸我们的主 触摸我们的主 甚至挨近祂的胸膛 甚至贴近祂的胸膛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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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更强烈 更多的触摸 更多的触摸 叫你里面的爱 升起 叫你里面的爱 一路高升 一路来高升 对这位主 我们的主耶稣 对我们的主耶稣 越来越爱摸 越来越爱祂 越来越爱祂 对 在你身处这份爱的泉源 在你身处这个爱的泉源 涌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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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贴近我们的主 贴近我们的主 对 触碰祂 触摸祂 渴慕祂 Hallelujah Hallelujah 叫你行在神迹里面 叫你行在神迹里面 Amen Amen 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 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 好 这个时间我们都有一些预言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有一些预言的时候 我们请我们的同工们 请我们的同工们 我们都为大家来发预言 都为大家来发预言 OK 好 谁说 Camp先 Amy先 好 Amy姐 好 Amy Amy姐 是啊 请你打头诊 站后翻一点点 上镜上镜 我看见 当我们刚刚去敬拜的时候 我看见 有一个很大的图画 就是Camp拿出来的那个大的旗子 在上面我看见有很多的葡萄 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就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去拿这些东西 神刚告诉我就是 这一群人 你们有出来的这一群人 特别 你看问自己有没有出来当时 你会领受到你就是那个新皮带 因为新皮带 它会把那些葡萄都变成了酒 酒 酒了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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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们就会生在那些酒 你在未来的日子 我不知道 我不认得哪一位有出来拿 但神说 你们会拿到那些新酒 你们会成为新皮带 你们的新 你们成为新皮带就是 神会更新你的思想 更新你 你整个人 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你们会感受到你的思想已经不一样 因为神 会更新你 你看见 你遇见的人都不一样 然后你会 看见你们自己 很很坏的改变 我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们 你们去拿的时候 神给你的 是新酒 你会很快乐 因为 人可能说是你 是新酒灌满而已 但是神给你是很快乐的 那一种 你会不一样 你是新皮带 神给你在这个季节里面 你们会拿到这个 这个新酒的时候 你们就是新皮带 封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们 Amen Amen 好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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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当我看的时候 我看到很丰富的颜色 然后当我看到彩虹的时候 然后主就说 他说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全员都在他里面 所以当神剑子说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井 那个井开始很多的水涌上来 可是不仅是水 还有很多的金币一起涌上来 就是水加上金币 然后还有主说 如果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 就是专注在神里面 你会发觉枯干的井开始涌出火水 而且涌出火水 从井里面涌出火水是小事 可是从井里面可以涌出火水加上金币就是大事了 而且主说 在我里面你要发觉你的权源是不会停止的 所以你要捐住在我里面 然后我也看到除了那个井之外 还有很干的土地要开始水要涌出来 从你的干地上面涌出来 在过去你可能经历很多的苦 我们特别是我们网上家人当中有人 你曾经在过去你经历很多的痛苦 没有人能够了解你 好像你做什么都没有带来祝福 可是主说五七八三年 你要改变你的思想 因为你的土地要开始不单只有水涌出来 开始有草 有很特别的植物要出来了 有草 有特别的植物要出来 你要知道主给你的不是 你要知道主给你的不是一笨的东西 你要知道主说我要给你看到五七八三年 是我喜悦你的一年 当你与我对齐的话 我要让其他人看到 在你身上你要领受恩宠 恩宠加恩宠 而且这是一个 我看到主说这是一个三贝 我们说三贝是因为 每一样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三贝 三贝因为最后的是三 然后三代表非常多 三是八的一个 就是双贝祝福的一个代能 还有是三贝的祝福 因为圣子圣灵还有天父 就是三美一体的恩膏 药都在我们倾倒在我们身上 所以奉耶稣名进我们 祝福我们家人 请你拿起你的右手 请你按着你的箭头 因为现在圣灵说我要 我的能力要放在你的箭头上 所以你不要用你的箭头再来 把所有的重担 担在自己身上 把它交给神 因为圣灵已经降落在你的箭头上 还有降落在你的箭头上 奉耶稣名进祝福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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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久 rakt ¡Karen! 我看到看到灯 我看到一个灯 是橙满有的灯 是充满了油的灯 当这一年神允许我们 跟祂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 不是我们想象我们平时的关系 不是我们想象平常的关系 我们向神拿油的时候 神说祂是丰富丰足的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 神说祂的丰富丰足要充满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看到这盏灯 当这盏灯充满油的时候 我看到当这个灯充满油的时候 这个火焰是不断地扩大 这个火焰是不断地扩大的 是可以照亮别人的屋 是可以照亮别人的 所以你要去到业同神的延结 所以你要跟神来连结 当我们跟神不断连结的时候 当我们跟神不断连结的时候 不是你自己发光 不是你自己发光 你是将这个光点在人身上 就是你把你的光贴在人身上 这是不断地循环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一件事 当每一盏灯都点起你的时候 当每一个灯点起来的时候 这个祝福的循环 就会留在你身上 这个祝福的循环也会流到你的身上 所以不要忘记 所以不要忘记 跟神不断连结 跟神不断连结 阿们 阿们 谢谢 谢谢 好 我也是说广东话了 我领受那个月色的祝福 今天要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领受月色的祝福 要领到每个人身上 在月色身上我领受了三个祝福 在月色的身上我领受三个祝福 第一个神说你是他的宝贵珍珠 第一个神说你是他宝贵珍珠 仇敌很想把你被遗弃了 神说好像被遗弃一样 仇敌就是想把你压住 但仇敌是想把你压住 但是在这个季节里 神要把你被压制的处境里拉出来 但神要把你从压制的处境拉出来 让你提升 让你提升 所以宣告这个日子里面你的身份被恢复 所以宣告这个日子你的身份被恢复 第二个是我领受第二件事是 我领受第二个事情是 月色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遭遇 月色经历过不同的遭遇 好像有很多的患难 好像有很多的患难 当我们一直去领受的时候 五七八三年都是有很多挑战的 五七八三年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挑战 大神说这些事情就好像月色的生命一样 但神说这个事情好像月色的生命一样 不会被这些事情困住 不会被这些事情困住 反而是它越是被提升 它是越来越被提升 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份突破的能力 所以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突破的能力 是有一个能够冲破困境的一份能力 在你里面有一个冲破困境的能力 并且就好像橄榄一样 你的生命被压制的时候 却是流出很多的油出来 就好像橄榄一样 你生命被压制的时候就流出很多的油 这个油是从上帝给你那份的恩膏和高油 这是上帝给你的恩膏和高油 是神本身已经放在你的身上 是本身神放在你身上的 所以你遭遇很多事情的时候 所以你遭遇很多事情的时候 不需要惧怕 不需要惧怕 因为这些是叫你的生命 能够涌出一份新的恩膏出来 因为这是叫你能够涌出一个新的恩膏出来 在约瑟身上领受第三件事 在约瑟身上我领受第三件事 在约瑟身上我领受第三件事 有一个转发的能力在你身上 有一个转化的能力在你身上 其实他被提升成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元首 就是宰上人 因为约瑟被提升成为管理国家的宰上 所以在你的身份里面 不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的民众 所以在你生命里面不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民众 神要猜遣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带来翻转 神要猜遣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带来翻转 你是有一份祝福的能力 你有一个祝福的能力 你去到被猜遣去哪里的时候 你被猜遣到哪里的时候 那个地方你能够掌握那个地方的资源 你能够掌握那个地方的资源 然后带来那个地方的祝福 带来那个地方的祝福 所以在你生命里面是一份转发的能力 所以在你生命上是有一个转化的能力 宣告在五七八三年里面 你能够带来一份转发恩国 在你的城市里面 宣告在五七八三年里 能够带一个转化的恩告在你城市里面 神说这是你要与神对齐的时刻 神说这是你要与神对齐的时刻 所以你会经历很快被提升 所以你会尽力很快被提升 你看到这个社会的需要 你会看到这个社会的需要 也是在预备五七八四的时刻 也是在预备五七八四的时刻 所以祝福大家 所以祝福大家 有这个月色的恩告 有这个月色的恩告 阿们 阿们 好 Pasar Daniel 我说了当中话 我说了当中话 我看了一个图画 我看到一个图画 如果我们在高处望见一些河村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高处看着河流的时候 通常我都可以看到 所有都好像在地上一条一条 我们好像就是看到在地上一条一条 我刚才看到的图画不是这样的 我刚刚看到的图画不是这样 所有河流是开始由地上一路延展在天上 所有的河流在地上伸延到天上 那就是说那条河流不是仅在地上 而是在天上地上都有的 所以那个河流不只是在地上 在天上也有的 它代表着一个意思是什么 我问神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来问神 神告诉我们神说 神说五七八三 神说五七八三 神要颠覆我们想河流 goal 墜远的这件事 神说在五七八三 神说在五七八三 他要颠覆我们想河流的事情 这个事 我一直以为 用前面对Sam的例子 我们有病 我们就是去找医生 我用刚刚Sam所说的例子 我们有病就只是找医生 然后或者在家里祈祷 或者是只是在家里祷告一下 然后可能回去找牧师再祈祷 然后就回到教会找牧师再祷告 再找一个似乎多有恩高的人为你祈祷 然后再找一个师父有恩高的人来祷告 但是未来不是这样 在这这不是这样子 神说我要颠覆你们 神说我要颠覆你们 我的河流四处都是 我的河流四处都是 因为你会进入那个争战 你要拿到河流里面的能力 你要学会增加你要得到河流里面的能力 所以你拿到的时候就会改变你 原来神的能力是多么伟大多么厉害 所以你会看到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厉害 所以祝福大家在5783成为神国里面 一个很超能的勇士 所以祝福大家在神国里面成为一个超能的勇士 你不用变成亚人的 你不需要变成亚人的 你不需要变成亚人的天国 你变成那条河流就可以了 不需要变成亚人你碰到那个河流就可以了 所以伸出你的手你触摸河流 所以伸出你的手来触摸那个河流 那条河流就能够通过神国给你的恩典 一直带出天国的能力 那个河流就流出神国的恩典给你带出能力 所以你不用变成亚人 你已经很有能力了 所以你不需要来做教人 那个就会很有能力了 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 河流就是天上降下来 现在他颠覆了就在下面的头上 好 慧文 慧文 好 我有看到一个图画 好 我看见一个图画 我们一起在那里跳舞 就是我们一起在跳舞 好像后星那样 好像刚刚一样 神话我们要继续跳舞 神说我们要继续来跳舞 我们要继续来庆核 我们要继续来庆核 当你去杀种落地下的时候 你见不到那些种子成长 当你来杀种的时候 杀在地下的时候 你看不到那些种子成长 因为它需要时间 因为它需要时间 神话你要有信心 所以你要有信心 你要欢庆 你要宽庆 在这个年度里面 我们常常都要带着一个欢庆的心 在这个年度 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宽庆的心 就是我们为神将要承受 我们生命里面的事去欢庆 就是为神将要承受在我们心里的事情来宽庆 为神在你的环境里面所做的改变 和恩典去欢庆 为神所在你环境所做的 还有所有的改变来宽庆 即使你未见到 你仍然去欢庆 只便你还没看见你也来宽庆 当你去欢庆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了 当你来宽庆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 神又说 这个是要关心以色列的时候 然后神说这是要关心以色列的时候 你要看到神在以色列里面的作为 你要看到神在以色列里面的作为 你要为到神将要在以色列里面所做的改变 和作为而欢庆 你要为到神在以色列所做的 还有所有的作为来宽庆 就好像你在等着神的帐幕再一次来到人间 好像你在等待神的帐物再来到人间 你在等着神再一次回来 再一次等待神再回来 你是带着一个欢庆的心 你是带着宽庆的心 你是带着一个期盼的心 所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在心里面都有这份的喜乐 所以祝福我们每一个心里面都有这份的喜乐 有这份的着约 有这份的着约 着约 笑起它 有这个兴奋 有这个兴奋 等待神的帐幕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等待神的帐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Amen 我们有一位家人 今天是领寿 今晚的领寿就是神话 他会销贯油 石油 临到西部论将要成为石油火药库 将会在各处各地点燃风火台 将见到有很多神迹其事 石油库是代表着财富 都是会聚点 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不要为财务担忧 祝福西部论是什么 有一个家人说呢 他看到西部论有很多的石油 这是好像一个石油的风火台 所以那个石油库也代表财富 所以在西部论不需要担心财务的问题 因为神都会公益 然后这个风火台是会继续点燃很多的人 叫我们不需要担忧财务 叫我们不需要担忧财务 阿们 好 最后 Karen 发预言 哦 好 好 我只是看到一个 个个都是特意的 很简单的图画 就是在神的喜乐河流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游泳在洗澡 然后他们走上来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抖抖抖 然后我看到有很多黑点 在人身上抖下来 所以我们要宣告在5783年 是你喜乐的一年 每一个都充满喜乐 还有所有的忧郁症情绪病 在这一年里面都要完全离开 封耶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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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我们会有杀种 好 最后我们有杀种 我们在献上初熟的果子 我们来献上初熟的果子 特别是一年的开始 特别在一年的开始 是的 那一路你杀种之后 你会有一把锁匙 所以当你杀种之后 你有一个钥匙 所以我们已经送出第一份礼物给你 所以我们已经送出第一个礼物给你 就是一把钥匙 就是一个钥匙 有金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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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路杀种 你就拿一条锁匙 你一路来杀种 就一路拿那个钥匙 有一个是商约匙 有一个是商约钥匙 是的 要祝福你 要祝福你 得着新的恩高 新的权柄 得着新的恩高 新的权柄 是的 有新的钥匙在你手中 有新的钥匙在你手中 在线上的家人就对不起了 在线上的家人就对不起了 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给你 我们看有什么方法给你 你来到香港可以送给你 来到香港我们可以给你 有些笑笑的气球 我们有一些笑哈哈的气球 是的 有些花花气球 那个花的气球也可以拿 可以拿的 苹果是否可以拿的 苹果也可以 是 拿了这个先 可以 苹果 一会儿再说 是 每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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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谁呢 j squeeze Allel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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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们奉献完 我们刷完种了 好 我们奉献完 刷完种了 那里还有苹果和蜜糖 那里还有苹果和蜜糖 在以色列人一年开始 都会吃苹果和蜜糖 一开始以色列人也会吃苹果和蜜糖 对 代表将来一年 都进入神的甜蜜里面 就代表接着一年 都进入神的甜蜜 还有神的丰盛 还有神的丰盛 所以大家都可以 拿一包蜜糖和一个苹果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一个蜜糖和苹果 对 进入神的丰盛 还有那个的甜蜜 进入神的丰盛 还有甜蜜 好 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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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